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在了灵山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赌撰的一只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 得从一只金蝉说起 是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伸人拿去下酒 大哥 上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臣以为的 我大哥在这儿搬走 哪个不识想到回来找死他 这些狼崽子看着先 也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不好了有个毛铃和尚放进来 来者何人 敢来此处饶我清修 又是只猴子 施主不如放下棍棒 也同我学点佛法 如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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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猴子 你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最榜前走可要万万小心 小猴子 来这边 这儿 这儿 看这儿 小神 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时了 小 小神 真像 再往前走 就是观音禅院 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 这可惜 那场大火呀 后来啊 这禅院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 若是烧没了 修好一座破面 又有什么用呢 小老二 先走一步 等你过了前面的战斗 咱们自会再见 好 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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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嘘 别出声了 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 后院内似是黑风怪的道友 自称林须子 以你现在的道行 恐怖糟了 小猴子快逃 还来得及 你若进了这道门 便回不了头了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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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